公务员法概要 九公务员之烤机制度 一、烤机的意义与功能 一、任何组织内的工作人员 于其任职后 一定要对其工作绩效之良语 做客观之烤评 此种作用称为烤盒 烤盒之具体制度 称为烤机 烤盒为烤机之手段 烤盒之项目、方法、标准、讲程及程序等 即为烤机之制度 故烤机制度之能否发挥功能 烤盒之是否得法 包括认真、客观、合理及公平 实为关键所在 二、烤机的主要功能如此 一、肯定工作人员之工作成就 工作的成就感是每位工作人员工作的最佳报偿 也是激励工作情绪重要因素之一 工作成就感的获得 需要在客观上对其工作绩效加以肯定 而此项肯定通常系经由烤机程序而达成 二、一、考评结果 实施讲成 烤机既有比较优劣的意味在内 则优劣决定之后 必须随之加以讲成 否则考核至优劣及罚实之意义 所谓讲成 通常是指职务的升迁 薪资的调整及精神上或物质上之奖励与惩罚而言 三、从考核中发觉人事问题 随之改进 在实施考核时 有时可能发现若干人事问题 诸如 工作分配的劳益不均 工作人员的专长不符 工作方法不合要求 工作人员有代工现象 工作进度落伍 管理上有缺失等均随时改进 四、从考核中把着人才 考机不仅是对于工作人员已有的工作绩效予以肯定 更重要的是对其人格及发展潜能予以 考核从而拔着人才 二、考机的基本原则 公务人员考机法第二条规定公务人员之考机 应本综合名时 信赏必罚之旨 做准确客观之考核 由此可知 我国公务人员考机之基本原则有三 一、综合名时 年终考机应以平时考核为重要之依据 平时考核就其工作 操行、学识及才能行之 其细目由权序不定定 是以 现行公务人员只要符合考列甲等所列之条件及具体式积极得平列甲等 以无比例之设限 因此必须重视平时考核且依规定据实登载 二、信赏必罚 有功则赏 有过则罚 乃维护纪律之必要手段 因此必须明定考机结果之等次 按等次讲成 平时有重大功过 一次计二大功或二大过 十、办理专案考机 例行重奖重成 而平时考核讲成得互相抵消 三、准确客观 奖励与惩处 于年终考机时 并计成绩增减总分 办理考机时 由主管人员就考机表项目凭你 递送考机委员会出核 考机委员会对于考机及平时考核之讲成 案件任有疑议 得调阅有关资料 必要时并得通知受考人 有关人员或其单位主管到会备询 考机委员会对于你与考列丁等级一次计二大过人员 处分前应给予当事人陈述及申辩之机会 另办理考机人员不得遗漏喘错或有不公或训私舞弊 以达准确客观 三、考机的种类 一、公务人员考机法第三条之规定 公务人员考机区分如下 一、年终考机 系指各官等人员 于每年年终考核其当年一致十二月任职期间之成绩 其要件为公务人员任限职 经权序审定合格时受制年终满意年者 于以年终考机 不满意年者 如系升任高一官等职务 得以前经权序审定有案之低一官等职务 合并计算办理高一官等之年终考机 如系调任同一官等或降调低一官等职务 得以前经权序审定有案之同官等或高官等职务 合并计算办理所需官等职等之年终考机 但均已调任并继续任职者为限 因此考机必备条件为限职人员 其限职需经权序审定合格时受 故适用人员不能参加考机 且需任限职至年终满意年 不满意年者可合并低官等 同官等 高官等职务 但必须是调任且继续任职者 如属辞职者则不可合并 2.令与考机 细致各官等人员 于同一考机年度内任职不满一年 而连续任职已达六个月者办理之考机 又令与考机原则上于年终 并同年终考机之人员办理 应彻职、休职、免职、辞职、退休、资遣、死亡 或留职停薪期间考机年资无法并记者应随时办理 3.专案考机 细各官等人员 于平时有重大功过时 一次继二大功或一次继二大过 随时办理之考机 比求赏罚及时 4.考机的项目 公务人员考机法第五条规定 年终考机应以平时考核为依据 平时考核就其工作、操行、学识 才能行之 前项考核之细目由全续机关定之 但性质特殊植物之考核得是各职物需要 由各机关订定,并送全续机关被查 资据该法施行系则第三条计考机表之规定分数余下 一、工作分为质量、时效、方法、主动、负责、勤勉、协调、研究、创造、辨明时细目 占考机分数百分之五十 二、操行分为忠诚、廉政、性情、好上四细目 占考机分数百分之二十 三、学识分为学识、见解、进修三细目 占考机分数百分之十五 四、才能分为表达、实践、体能三细目 占考机分数百分之十五 五、考机的等次与条件 一、依公务人员考机法第六条之规定 考机总分数以100分为满分 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数如下 一、甲等、八十分以上 二、一等、七十分以上、不满八十分 三、丙等、六十分以上、不满七十分 四、丁等、不满六十分 考列甲等之条件 应于施行细则中明定之 六、公务人员之平时考核 一、平时考核之讲成 平时考核奖励分加奖 既公、既大公、成处分申戒 既过、既大过 于年中考机时 并计成绩增减总分 平时考核奖成的互相抵消 为专案考机不得与平时考核功过相抵消 二、平时考核与考机之关系 平时成绩记录及奖成 因为考机评定分数之重要依据 七、考机奖成 一、年中考机之奖成 一、甲等、尽本奉一级 并给予一个月奉级总额之一次奖金 以达所需值等本奉最高奉级 或以续年公奉级者 尽年公奉一级 并给予一个月奉级总额之一次奖金 以续年公奉最高奉级者 给予二个月奉级总额之一次奖金 二、一等、尽本奉一级 并给予半个月奉级总额之一次奖金 以达所需值等本奉最高奉级 或以续年公奉级者 尽年公奉一级 并给予半个月奉级总额之一次奖金 以续年公奉最高奉级者 给予一个半月奉级总额之一次奖金 三、丙等、留原奉级 四、丁等、免值 所称奉级总额 指公务人员奉级法所定之本奉 年公奉级其他法定加级 二、令与考基之奖成 一、甲等、给予一个月奉级总额之一次奖金 二、一等、给予半个月奉级总额之一次奖金 三、丙等、不予奖励 四、丁等、免值 三、专案考基之奖成 专案考基于有重大功过时行之其奖成依下列规定 1.1次计二大功者进本奉一级 并给予一个月奉级总额之奖金 2.1次计二大过免值 前项第二款一次计二大功 一次计二大过之标准 由全序部定之 专案考基不得与平时考核功过相抵消 8.考基深等 1.各机关参加考基人员认本职等年终考基 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取得同官等高一级等之任用资格 1.二年列甲等者 2.一年列甲等二年列宜等者 2.前项所称本职等年终考基 只当年一至12月任职期间均认同一级等办理之年终考基 9.考基之办理程序 1.出核及复核 2.复议 3.送审及查核 4.核定通知